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人物都是通过2006年的热播剧《乔家大院》 诗人常说商人重力 但乔治庸虽为商人却仍心怀大意 因此被许多人所敬仰 当然 作为竞商典范 乔治庸自然也被当时朝廷所密切关注着 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于落难时受过乔家十万两的搭救 面对慈禧问自己要何赏赐之时 乔治庸的回答虽有阿谀奉承之嫌 实际上却是因为其眼光之深远 而这也侧面体现了乔治庸 之所以能会通天下的原因 如生从商 别看乔治庸是晋商 但其祖上却是内蒙 之所以后期乔家会到山西齐县生活 还是因为其祖父乔贵发 因为乔贵发头脑灵活又重信誉 因此乔家积累了一笔原始财富 也是在乔贵发这一带走西口至山西生活 乔治庸这一只乔家人才成为了山西人 尽管几经波折 但到了乔治庸这一辈 乔家在经济上已经相对富裕了 但是在封建社会 商人虽生活富裕 却总会被许多人所瞧不起 因此乔治庸一心想要考出一个功名 来光宗耀祖 于是在乔家父母双双离世的前提下 乔家的产业最初由乔治庸兄长乔治广达理 乔治庸则负责一心只读圣贤书 如此情形之下 乔治庸成功考上了秀才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科举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 商场之上总是明争暗斗 兄长应疲于应对战乱的波及和对手的打压 眼看着家中生意日渐衰落而急火攻心 就这么一并不起了 无奈之下乔治庸只好暂时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 接替兄长打理起了家中生意 尽管乔治庸展现了过人的经商天赋 却并没有彻底放弃日后继续从文的想法 遗憾的是 不久后 其兄长病入高荒 最终撒手人寰 乔治庸不得不彻底放弃从文 成为了一名商人 当时的乔家只是做着私查生意 在众多商人中并不算出彩 但乔治庸的接手 却将乔家彻底推上了新高度 成为了各中佼佼者 在疏通了南方司 查之路后 乔治庸又将目光投到了票号生意之上 彼时的票号生意 是由平遥人率先兴起的 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系统化 规模化 乔治庸嗅到了其中所潜藏的巨大商机 并在心中许下了会通天下的宏愿 不出意外的 其所创办的大德通和大德峰两家票号 很快遍布全国 并且拥有了众多忠实客户 会通天下不再是渴望不可及的梦想 乔家的财富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分析 乔治庸当时手中仅流动资金 就有八百万至一千万白银 同乔治庸这一方乱世中 依然风生水起不同 另一边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 却是狼狈的不行 慈禧落难 如今提起慈禧太后这个人 依然有许多人认定其是 晚清迟如始的始作俑者之一 是历史罪人 靠着垂帘听政 慈禧成了晚清政府的实际掌权人 真正的万万人之上 在八国联军用炮火强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之前 慈禧还是那个中日做着天朝大国掌权人美梦的存在 回顾晚清历史 尽管慈禧不是晚清政府覆灭的唯一原因 但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894年11月7日 这一天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却也同样是甲午战争晚期 因为战争爆发前六年 北洋水师曾向朝廷申请银两天制新型战舰 却被慈禧以时间款处为由拒绝 因此在甲午战争时期 北洋水师近况变得极为艰难 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慈禧并未有半点自觉 也丝毫不为眼下情形所担忧 反而将这生日大操大半 衣物守势 景观建设等累计花销超一千万两白银 而当时应得最为先进的战舰价格 也不过二十五万两白银一搜 就因为慈禧一人的奢靡无度 最后导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割地、赔款丢尽了泱泱中华之颜面 甲午战争结束后 慈禧原以为自己又能继续守着权力高高在上 吃着那塞着肉丝的豆芽菜 却没想到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的炮火 直接强开了清政府禁闭的大门 次日凌晨时分 顾不得满朝文武 观不得黎明百姓 慈禧打着西兽的旗号 带着光绪这个傀儡皇帝仓皇出逃 生怕晚一分钟便会丢了性命 由于出逃仓促 所带经营并不够维持慈禧曾经的奢侈生活 又恐怕侵略者将其抓到 慈禧这一路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在9月17日抵达了山西 慈禧的心再次活络了起来 不同于过去山西经济状况为你 当经商崛起后 山西的富商颇多 对于身上已经没有了赢钱的慈禧来说 他们都成了慈禧应急的钱袋子 尽管打着戒的旗号 但哪家心里都清楚 慈禧的戒 怕是只会有戒无还了 但是 虽然外敌入侵 山河动荡 这清政府终究还没有倒台 慈禧与光绪仍是军 富商们只能忠君爱国 慷慨解囊 不过 从各家借慈禧赢钱的应对方式上 便能看出商人与商人情商与眼界的参差 目光深远 既然慈禧抵达了山西 又有着借钱的想法 自然不会漏掉当时已经声名赫赫的乔志庸 更何况 乔家做的是票号生意 免不得要与官府打交道 因此 慈禧借钱的第一户便是乔家 乔志庸早在慈禧抵达山西之前 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因此 无论是乔家人还是乔家宅院 都已经被上上下下打点了一番 以此确保 不会有半分被慈禧挑剔之处 一路躲战火 躲起一军 几度沦为与农民为伍的慈禧 在看到乔家恭敬且盛情的迎接后 自然是十分满意 不过 满意归满意 这钱还是要借的 说起来 乔家比起巨富曹家 经济上还是有一定实力差距的 但是 在面对慈禧的借款要求时 乔志庸还是二话不说 便拿出了十万白银 大家都清楚 这个钱必然会有借无回 但是又不得不借 因此 十万两白银既不会影响乔家生意的正常运转 又不会令慈禧不满意 是一个很妥贴的金额 虽然十万两白银在从前对于慈禧而言 实在是不够乔的 但是 眼下落难之时 这十万两白银无异于雪中送炭 慈禧自然心中也是记得乔家的 当慈禧问到乔志庸想要什么赏赐的时候 乔志庸的回答 充分展现了其文人处世的周到 和目光之深远 乔志庸心中无比清楚 若是这个问题 自己的回答令慈禧不满意 日后一旦慈禧回宫重新掌权后 乔家必然会遭受灭顶之灾 但是 若是自己此刻什么赏赐都不向慈禧求取 这十万两白银换来的机遇 就等于复之东流 不过 眼下清政府示威 若是向慈禧求个一官半职 慈禧是否应允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官职 在日后是否还能为乔家的发展带来助力 也是一个未知数 而若是向慈禧求取宫中宝物作为赏赐 那么 慈禧一旦将东西赏给乔家 这十万两白银的情谊 便等于被这个赏赐所抵消 若日后慈禧脱困 也不会再想起自己与乔家的雪中送炭 于是 乔治庸在一番深思熟虑过后 向慈禧求了一个看似毫无用处 实则对乔家日后发展注意颇多的赏赐 一番思索过后 乔治庸对慈禧说自己的确想求慈禧 赏自己一物 却并非官职和宝物 而是慈禧亲笔题下的莫宝一份 并且 乔治庸求之字 也是大有玄机 原来 乔治庸请慈禧赏自己的字 竟然是浮种狼环 这浮种狼环指的是如神仙洞斧般福气极重的地方 乔治庸向慈禧求这四个字 便是明里暗里地表示慈禧能够到自家来 使得自家福气临门万分荣幸 果然 慈禧在听到乔治庸的答话后喜笑颜开 心中对于乔治庸的印象煞时间变得极好 看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说 不过是求了一副丝毫没有实用价值的字而已 从哪里能看出乔治庸为商的眼界呢 说到这里 就要提到另一户被慈禧借了钱的人家 曹家 因为曹家是当地声名赫赫的巨父 因此直接借了慈禧三十万两白银 但是 在被慈禧问到想要什么赏赐时 曹家思虑 在三只小星回复了一句 全凭慈禧做主 此话一出 慈禧直接上了曹家一个乾隆当年颇为喜爱的金火车头中 听起来 似乎曹家得到的赏赐更为有价值 但这个金火车头中赏下去后 在慈禧的心中便是与曹家两亲 再不欠曹家半分恩情了 反观乔治庸 虽然只是求了一副慈禧亲笔所书的莫保 却在慈禧心中留下了极深且极好的印象 因此 在慈禧脱困回到紫禁城内 重新当上了那万万人之上的太后娘娘后 第一件事便是派人给乔家送去了自己亲笔提下福重狼环的匾额 自此 乔家在当时成了有太后支持的商骨之家 自然是到哪里经商都会得到许多方便 更何况 慈禧心中 既挂着乔家当日的雪中送炭和食食物 还将各省都府截缴中央的款项 全部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更是将约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 连本代息交由其经营 乔家自此走向巅峰 十万两白银换来名利双收 乔治庸心思之缜密 目光之长远可见一斑 反倒是曹家 相较于乔家多花了二十万两白银 却只得了一时的恩惠 却失去了日后的好处 很是得不偿失 尽管在之后改朝换代 时局动荡中 乔家也不复往日辉煌 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会通天下 也成了乔治庸终其一生 也未能彻底达成的心愿 但是 能够在乱世之中 晚大厦之江青 带领乔家走向前几代人 都未曾到过的高峰 乔治庸的一生 的确有许多 值得大众所学习的地方 当然 乔治庸一介如生 能够将经商之道完传的 如此令人钦佩 也是因为其身安慰伤者 未富且人方为长远之际的道理 没有在伤害中迷失自己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